因为猪价暴涨 可是怪就怪在南部 明明是猪肉的产地 居然少掉了运费 价格还比北部来得贵 是不是人为囤积或是哄台 农委会主委陈宝金 今天则是到台南视察 希望能够找出问题症结 农历春节过后猪价一路上扬 相关的产品价格也都逐渐抬升 再加上载猪流行性下令疫情影响 导致猪肉价格居高不下 甚至比农历春节前还要贵 引来民众不少抱怨 农委会主委陈宝金 7号上午前往台南的肉品市场 市场毛猪交易情形 最近南北市场价格差距减小 显示可能有异常交易的情况 陈宝金表示 猪汁来源并未短缺 应该是部分不肖商人 居间刻意哄台 一旦猪肉价格压不下来 农委会将会启动专案 进口猪肉 下令的影响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 应该是在端午节 中原节的附近 才会有缺口 我们从交易体重来看的话 它的交易体重 还是在120公斤左右 表示在我们的饰养部里面 它的饰养的组织 还是足够 并没有提早出租 所以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状况 陈宝金强调 虽国内有载猪下例疫情 但即使载猪数量大减 要对市场造成影响 也要到端午节过后 载猪减量并不是账价的理由 也会请公平会介入调查 是否有中盘商客 以轰台猪价 希望肉品厂商与猪农 正常出货 联合报留学生台南报导 明镜需要期待